谢霆锋跟王菲在2014年复合之后 虽然没有迹象表明两人会再婚 但实际上两人私下关系非常甜蜜 不时被网友拍到在飞机上或者在外国同框 最新两人据说一起去了日本北海道滑雪 但是爆料的网友就没有拍到照片 不过更加靠谱的证据 居然是从谢霆锋自己上传到社交账号的自拍照 有网友指从他墨镜的倒映里发现了王菲的身影 well 不知道网友的眼睛好到什么程度 才可以断定倒映里的人就是王菲 不过以小编从来都是1.5的势力看来 不要说是王菲 倒映里的人把自己包裹成这样 网友把他说成是张博之都有人性 也有人说跟谢霆锋一起坐缆车上山的这位女士就是王菲 不过呢 通通都只是猜测了 但是呢 谢霆锋这次的滑雪之旅真的是玩得挺开心的 他还在头上特意架了一部运动摄像机 拍下自己滑雪时候的主观镜头 看来哪怕去了旅游 谢霆锋都没有忘记拍片 而除了他以外 他的圈内好友包括陈奕迅夫妇 郭伟亮夫妇和正希怡夫妇也都在场 郭伟亮的太太叶佩文 也有透过社交账号上载旅程中的点滴 包括陈奕迅跟郭伟亮运动完后 瘫倒在长凳上的状态 不过谢霆锋好像还是挺精神的哦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